一批航空從業員及市民 星期五下午1時開始在機場接機大堂舉行集會 很快坐滿整個接機大堂 他們不停高喊 香港警察知法犯法 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 林鄭月娥下臺等口號 現場播放新聞片段以及721元朗襲擊事件的展板 並設立連農牆 讓市民及旅客表達訴求 6000航空業界員工聯署 譴責港府未回應民間五大訴求 以及抗議黑警、安全暴力行為 他們並向來港旅客派發不同語言的傳單 希望旅客來港知道香港近期發生的事件 也希望國際關注香港情況 大會表示 有1.5萬人參與集會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 表示指示人時 申請洗治 提案 мяс秀儀勤